为了感谢辛苦的清洁队员们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发秋节礼金 慰绕清洁队员维护相近 整洁环境的努力 同时游淑珍也呼吁民众 中秋连假期间 不论是外出旅游或者是烤肉聚会 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工作 共同来守护美好的亲近家园 中秋节连续假期 清洁队员没放假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发秋节礼金 慰绕清洁队员常年辛劳 看到一堆重诊的资源回收 来到了资收场 从输送带我们分享了 塑胶、纸类、钢铁 以及可用性的分类回收 这样的工作氛围 必须要透过感官 以及动作机能 强势的以及迅速的工作能力 来做分辨 他们做着辛苦的工作 在不好的环境之下 却带了满是环保 最重要的基础的一个氛围跟工作 在这里感谢所有清洁的清洁队 尤其在中秋年假 国庆年假都没有休息的一个工作 在服务着我们的乡亲 中秋节大家喜欢烤肉聚会 屑时垃圾量势必打增 游淑珍也呼吁民众尽量减少垃圾量 并且做好分类和回收 同时也不要浪费食物增加厨余 希望大家在放假期间 一样要落实环保 共同来维护亲近家园美好环境 这里会讲相报道